所屬單位查詢的程式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用其他方法 反正就想到 目前如果相對邏輯比較複雜的 你如果用ECL裡面的函數加陣列 它的缺點就是說 它所有東西只能在一行裡面完成 然後複雜度也比較高 可是問題這麼複雜的公式 你要在一行裡面寫出來 我覺得倒沒有很人性化 倒不如你用BBA來完成 所以我的原則是這樣 複雜的事情用BBA 那如果簡單的你用函數 其實這樣我覺得來做 會比較OK一點 因為太複雜的東西 你用函數真的 我覺得很多事情 第一個可能做不出來 第二個即便做出來 那個公式也會非常冗長 那加上如果是範圍 那一定要執行陣列 陣列應該知道 Ctrl-Shift加Enter 外面會加大瓜糊 不過我發現很多人這個障礙 所以我其實之前有上課會講一下陣列 但後來我發現我陣列就少講了 為什麼? 因為很多同學 光執行陣列這件事情就很麻煩了 那倒不如怎麼樣? 你乾脆就用BBA來寫 那所謂的BBA怎麼寫?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如果你要這個查好了 那我們先查一個人 你如果要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你先查一個人 然後等到一個人查完OK之後 你再去查所有人 你也許不需要 程式不用急照說一定要把所有程式寫出來 你可以分階段 那也許這個程式我們可以兩階段完成 第一階段呢 我希望寫的就是 高明明這個人 如果可以幫我查所屬各單位人員 幫我查回來這件事情 先查OK 查OK之後呢 我再針對其他人 所以再向下 所以可能會需要 反正就是還是要跑回圈 所以所有人的話 就是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所以你會發現這裡面 比較困難的就是 執行那個回圈的部分 而且如果照剛剛的敘述 可能會有三個4回圈 有沒有 一個是什麼 先找各單位 那就4i4j了 然後再整個回圈 那相對可能要三個回圈 那有沒有辦法簡化 我等一下會講一下怎麼樣簡化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先 假設高明明 我要查各單位 那程式如何撰寫 那我先demo一下 這個是我寫好的 這個 所屬單位的寫法執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居單位就查出來了 那寫的方式的話 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是兩個工作表 所以會有跨工作表的問題 所以這個寫VBA 有時候常常會遇到就是跨工作 我講過了 跨工作表 你就要想到學者物件 那你可以跟他講說 如果你將來 你要執行程式的位置 只是在這個工作表 也就是假設按鈕在這裡的話 那你就是要以這個工作表為主 也就是這個工作表 如果在這個工作表裡面的儲存格 不需要加SHITS 可是如果在別的 你要跟他講說 在哪一個工作表的號碼 所以或者是說 他是哪一個工作表 那寫的方法 不過I would be第一個 我們先切到這邊 因為將來在這裡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我們切過來只是為了方便 我們在寫程式 那第一個的話 我們先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前面講過都一樣 第二個的話 寫一個什麼呢 寫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SUB 所屬單位好了 OK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先把這個範圍先跟他講一下 請你幫我找一下 那個範圍 那列是哪一列呢 For I等於第二列 我要找的範圍是第二到第八列 這邊有二到八 Enter兩下 打個Next 然後再來是哪一欄到哪一欄 For J等於第一欄到 G的話是7 1到7 好,Next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先給他一個範圍 那他就會幫我把這個範圍通通框起來 那他就一個一個的去找 那一個一個怎麼比對 然後接下來把它切回來 所以我們範圍先OK了 好,第二個先切回來 再來就是寫什麼呢 寫比對的 OK,所以1 先告訴他範圍 哪一列到哪一列 哪一欄到哪一欄 然後第二個的話 比對的話 一幅 一幅 如果 他的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 我們用Sales也可以 用Range也可以 Sales 我們先用Sales 因為將來還是要 用Range Sales 這是第幾列呢 這個高明明 它是放在第二列 A欄裡面 所以 豆點 然後再加一個A 這個是高明明的資料 幫我把它拿過來這裡 那如果等於 等於比對的儲存 那個儲存格 記得 那兩個儲存格 Sales 儲存格 哪一列 第I列 哪一欄 豆點 第J欄 那Sales I跟J 指的就是 因為 I跟J會變動 所以 假設 I等於2 J等於1 那就正小明 那如果 J會跳下一個 那就會變成大明 J的話 1到7 然後 列的話 2 先1到7 然後再換下一個 I變成3 的時候 一樣1到7 所以其實 它就會一個一個幫你 把資料 怎麼樣 抓出來 OK 抓出來之後的話 比對 所以比對完之後呢 然後 然後 有沒有 如果 一樣的話 Enter兩下 一樣 我加一個 所以 最重要的邏輯在這個 如果 高明明 跟 這個範圍裡面的每一個儲存格 做比對之後 如果 一樣的話 那他做什麼 一樣的話 那我們需要把 他的什麼 居單位 所以 特別注意 假設找到了 找到 高明明 是在 第幾欄 第七欄 所以記得 要把 第七欄抓回來 但是 列要把它改 列不改 因為他單位一定在第一列 所以要抓回來的資料 他一定是在第一列的 跟高明明 同一欄的位置 那問題是高明明在哪一欄呢 特別注意 所以 我們理論案應該是怎麼寫 這個 放在這個儲存格一樣 就是你要寫進去的位置 所以 這裡的話 一樣 這個是Sales 哪一欄 第二欄 哪一欄呢 B欄 這個儲存格 我要寫 等於 這個儲存格 哪一 Sale 一樣 這個地方的話 我跨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 前面可能你還是要做一件事 Shit 一 點 哪一個呢 一樣 第一列 我剛剛講 一定在第一列 逗點 跟高明明同一欄 同一欄 同一欄在哪一欄 跟各位講 就是J欄 因為 跑到J的地方 找到了 所以基本上 你就寫這樣就可以了 第一列的J欄 好 那這樣的話 他就幫你把什麼 把G單位放在這裡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是 這個指的是這個G單位 所以這個前面也要加 如果RO加 程式一定會跑錯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 這個 Sales I指的是 各單位的儲存格 那 這個的話 指的是 哪個單位的 所以 前面這兩個 一定要加 如果沒加 那程式會發生錯誤 好 那我把它RO一下 看一下 執行會不會是G單位 G單位出來了 好 所以 第一步的話 我們就寫完了 OK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要把那個範圍找到的話 那我可以寫 用這樣的方式來寫 那第二步的話 再去針對 他先 再來就是 下一步就是把高明明 換成陳曉明 那一樣去整個範圍 再去找一遍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要再改 那要怎麼改 那其實 到底很簡單 你就是再來把這個 這邊回圈寫一下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然後把這個 Sales I 列的 A欄 一個一個出發 可是問題 你想說 老師那I已經被用了 那是不是那怎麼辦 沒關係你再用別的 你用K也可以啦 那只是說 有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呢 哇 這裡已經有兩個回圈 再加一個回圈 感覺成是有點複雜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假如 你希望把那個 範圍簡化的話 像這個是一個範圍 你可以換成另外一種敘述方法 就是用For I 的敘述方法 然後跟他講說 幫我把那個 範圍裡面的每一個 除成個抓固來比對一下 那所以喔 有一個方法二 就是你可以把剛剛的這個寫法 改成用I 曲 就是For I 的方法寫 那這個地方有什麼地方 需要改 其實邏輯都差不多啦 只是說呢 主要是外面那個 我們本來是 For I For J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叫 For I 然後 後面加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名稱 我自己隨便取得到 Sale OK 無論你覺得會混淆 你乾脆打一個 C也可以啦 你不一定叫Sale 叫C也可以 好 然後呢 印的話呢 在哪一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 裡面的哪個範圍 這樣也可以 那他會做什麼呢 For H 顧名思義 他會幫你把每一個資料 怎麼樣 抓過來之後 放到哪裡呢 放到Sale裡面 所以他第一個會先抓鄭小明 第二個會抓陳大明 張小媽 一些類推 一個一個幫你抓 欸 那不是跟剛剛For I For J 基本上是一樣的道理 那他好處就是說 他只會有一個佛回圈 他不會有像剛剛那個是兩個佛回圈 所以喔 假如說你將來要做某個範圍的比對的話 那我比較建議你用For H去寫 那接下來喔 中間的東西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其實這三行你可以把它複製到它中間來 然後因為它縮排好像太過去了 所以按Shift加Tab 讓它凸排 凸回去 那有個地方 有哪些地方要改呢 其實主要要改哪些地方 我們來亂 其實基本上呢 主要就要改這個地方 因為呢 他沒有追 所以你這個地方不能用追啦 所以這兩個J要改 那改什麼呢 你可以改成 欸 這個 這個 用Sales來抓 抓什麼呢 用Sales 那藍的話怎麼辦呢 你可以用這個Sales裡面的藍 所以點後面加一個Column 可能這個禮包會需要特別注意喔 也就是說呢 我抓到這個儲存格 這個變數喔 我想要知道說它在哪一檔 你可以用什麼 Sales點Column OK 然後 所以一樣的方法 把J改成Sales點Column 欸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喔 應該又改完了 所以喔 等一下亂一下看看 這樣亂完 看結果又不一樣 嗯 他有個錯 錯誤在哪裡呢 I 喔 I也不行 那I的話怎麼辦呢 這個地方I呢 你就是要 喔 把它改 你不能用I 因為也一樣沒有I啦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那你就是 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 跟正義 這個應該要改這樣 這個直接改這樣 改Sales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呢 把抓到的那個 這小名啊 一個一個 跟你的 這個 高名名比一下 所以其實寫這樣就OK了 只有這個地方要改 OK Sales點Column 好 那再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區域單位出來了 所以喔 兩個比較之下 好像下面這個寫法 相對是精簡許多 所以喔 請各位 也許可以寫成這樣子 For each的寫法 這個寫法 我覺得還蠻值得 稍微 稍微學一下 因為你會發現 就少一個回圈 那我們就完成第一階段了 OK For each 相關的程式 假如你實在是記不太起來 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 這個是原來的寫法 這個是我改成這個 For each的寫法 這邊For each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